小豪在玩具商店里想要购买玩具车 但是店内有两款玩具车 若你是小豪 你会如何判别哪一辆玩具车具有较佳的性能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种方式来辨别 哪款玩具车具有较佳的性能 也就是玩具车达到最大速度的时间差 第一款的玩具车速度达到每秒12公尺 所需的时间为1秒 而第二款要达到每秒10公尺 仅需的时间为0.8秒 而哪一款玩具车具有较佳的性能及加速动力呢? 我们又该如何用更明确的物理量来说明与判别呢? 我们先复习一下先前的功能定理 及合力做工为物体的动能变化 回到玩具车的情境 假设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 玩具车从静止加速到最大的速度期间 玩具车的前后动能产生了变化 也就代表玩具车的马达对玩具车做正攻 使玩具车的动能增加 以达到最大速度量值 但两种的车款达到彼此的最大速度的时间差不同 也说明玩具车动能变化的效率不同 另外也可以解读成马达对玩具车做工的效率不同哦 而这边我们将介绍一个物理量 来说明马达对玩具车的做工效率 即为功率 也就是一指每单位时间内施力者所做的工 若写成公式 就会是功率等于工除以时间 而我们会用P来代表功率 此公式也说明在做工相同的情况下 所耗时的时间越短者 即功率就越大 在国际单位之中 工的单位是交而 时间的单位为秒 而功率的单位为瓦特 用W来表示 此单位为纪念对蒸汽机有卓越贡献的英国科学家瓦特 以下为马达对玩具车做工与时间的关系图 若想了解 马达在0至10秒期间的功率 则为此段时间马达所做的工 除以时间 此探讨一段时间的能量转换效率 即为平均功率 如果想了解此马达在某一时刻能达到多少的功率时 就必须将时间间隔取极短 取出此马达在此极短时间内所做的工 即为顺时功率 公式的表示如画面所示 另外根据做工的定义为 例乘以位移 若在极短时间内 作用力的量值不随时间改变 我们可把F往前移 因此可将顺时功率改写成画面的公式 接着可以发现 柿子中有极短时间内的位移 即为顺时速度 所以又可将顺时功率改写P 等于F乘V 由此公式可以说明 顺时功率为力与速度的内积 在前面的内容中有提到 功率的单位在物理上常用的是瓦特 但在工程技术上 常用到的功率单位为马力 以HP表示 尤其是在描述重机与汽车的引擎性能 马力是常用的单位 马力此单位为英国科学家瓦特最早创立的 是以受力的形式来形容机械做工的效率 瓦特规定 一马力为在一分钟内将1000磅的重物提升33英尺 若透过单位的转换 马力与功率的换算关系为 一马力等于746瓦特 你答对了吗? 屏幕中电动机车在行驶过程中为等速度运动 所以电动机车所受的合力为0 因此电动机车所受的阻力量值等于电动机车引擎的推力量值 公式表示如画面所示 而引擎的功率为引擎的推力乘上速度 以此公式推算 电动机车的速度为功率除以推力 所得出的速度量值为每秒7.5公尺 而依据提议 阻力与速度乘正比 所以令阻力等于常数乘以速度 公式如画面所示 因此引擎的功率可以表示为 P等于KV乘V 也就是KV平方 所以当速度提升两倍时 引擎输出的功率增加为四倍 因此引擎输出的功率为2400瓦特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所学到的内容 功率是用来表示能量转换的快慢 即为做工的效率 公式如画面所示 而我们可以依据时间来将功率做分类 若取一段时间的做工 视为平均功率 若取的时间间隔极短 则为顺时功率 且顺时功率也可表示为 力与速度的内积 公式如画面所示 最后 功率在国际单位制的单位为瓦特 但在工程学上 常以另一个单位 玛丽来描述机械的功率 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可以试试看的小任务 功率的单位除了瓦特与玛丽以外 你还可以列举其他的功率单位 并且说明此单位所适用的领域吗 欢迎分享你的想法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